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主要是希望找出在哪個時間呢,就是2019的1月1號 然後呢,哪一個市場的輕蔥價格最便宜 所以我希望找的是輕蔥 然後呢,排序的部分的話呢,最便宜的話應該是由低到高幫我排序 然後呢,並且幫我把那個資料的話呢,做需要資料的篩選 篩選部分的話,因為那個品名的資料太多了 所以呢,我可能會需要什麼,再把不要的資料把它篩選掉 所以其實最後一集,品名部分就留下輕蔥的部分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我們來看一下,首先第一個 這一道題就不需要說利用函數啦,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使用的方法一,油標先放在這個台北市的零售市場行情 點CSV喔,特別是喔,我們其實可以先不用另外存檔 最後再存檔就好 那你可以插入什麼,插入一樣樞紐分析表 油標只要放在這個範圍內一個地方,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自動選起來,如果它沒有自動選取 或者選舉錯誤的話,你可能再看一下,理論上應該沒錯啦 A1到1的24475,OK按確定 好,第一個,那它會自動跳一個樞紐分析表工具出來 那我們只要怎麼,如果它要分析的是什麼 哪一個什麼呢,我們希望知道哪一個市場 所以呢,把市場拖拉到列標籤為主 第二的話呢,統計什麼呢 在統計就是它的,比如說把那個平均多少錢放在池裡面 但是呢,它這個部分是把所有的這個蔬菜水果的金額全部加中 那沒有分類,所以呢,我們可以再怎麼樣 按照它的品名,直接把品名放在哪裡呢 放在藍標籤 那你會發現喔,你的藍標籤呢,就有這麼多 有沒有,它也就是它按照每一個這個蔬果的類別 幫你做,有沒有,加種 可是問題喔,我現在只要什麼 只要輕充的話,有沒有,不是要全部喔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運用喔,藍標籤上面喔 會有一個叫篩選功能 你看藍標籤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個箭頭嘛 這個箭頭其實就是可以讓你做篩選 那我只要什麼 點選這個藍標籤的箭頭 它會跳出什麼 你要按照那個品名裡面的哪一個篩選 欸,那你想說,那我只要留下什麼 輕蔥就好了 其他不要 那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全選打過取消 留下輕蔥就好了 它就只會針對輕蔥 這個類別,這個蔬菜喔 做加種 OK,按確定 好,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呢 就是 所有的那個輕蔥的 價格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是把 所有輕蔥的 每天 每一天喔 的金額加在一起 比如說 2019年1月1號 1月2號 1月3號 全部加一起 可是問題 我現在又不是全部要加一起 我是要看它的 平均價格好了 欸,不要加種喔 這樣這個意思沒意義吧 我要平均價格 好,每天的平均價格 那平均價格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因為預設的 如果它裡面放進來的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預設是加種 所以我剛剛講過喔 剛剛好像有同學找不到這個功能 就是在這邊喔 池的這個地方 預設是加種對不對 請你把它點選 改成叫 池 池 藍位設定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數量分析表常會用到 你就把這邊點一下 池的藍位設定 改成什麼呢 平均值比較好 有沒有 把它每一天的金額 全部平均 不是要加種 平均在一起 看平均的價格喔 欸 哪一個市場是最高的 按確立 你會發現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出現有沒有 它每一天這價 不知道其實第一個 這個價格有小數點 實在是太混亂了 所以我習慣了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呢 把它改成常用 有數字部分 把小數點全部移除掉 移除小數點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上面不是有常用 裡面的減少小數點 小數位數嗎 把它全部去掉 整數就好了 OK齁 第一個 看起來清爽多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同學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把那個 旁邊那個總計拿掉 那總計功能一點用數都沒有 因為我只有輕鬆 我幹嘛總計 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把總計拿掉怎麼辦 很簡單 按右鍵 右鍵之後喔 你就會看到功能 在哪裡 移除總計嗎 OK 你再不要 移除掉 就OK了 按右鍵 移除總計 好 然後再把它 這條線點兩下 拉過來一點 OK齁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我想知道 到底輕鬆哪個市場最便宜呢 最便宜的話 應該是排序 所以排序喔 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就直接 郵標放在 B5的地方 然後呢 按下資料裡面 有一個什麼 Z到A 和A到A 最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用這個 如果你要D增的話呢 那就是A到Z 如果D減的話 就是A到A 所以我們應該是 便宜的在上面 所以其實應該什麼 A到Z 點一下 有沒有 它就自動不好排序了 排完就拉回來 OK齁 那你會發現喔 最便宜的應該是什麼 環南市場 然後在西湖 一直到底下 所以其實甚至可以把 那個 你要的列出最高的 或最低的 有沒有 最便宜的 前三名留下來就好了 如果留下來的話 其實這邊也可以篩選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前十項 假設你要留下 前三個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三就可以了 按個確定 有沒有 前三個 這就是我要的 OK 假設啦 檢測一下 記得喔 如果最後 你只是想要留下 那個什麼 前面三名的 最低價錢的 那幾個 其他不要顯示的話 一樣喔 剛剛是用藍 藍標籤 這邊有的 藍的篩選 對不對 其實列本身 可不可以篩選 也可以啊 那列的篩選 你也可以留下什麼 看哪一個市場要留 哪一個市場不要留 你也可以用選的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 直的篩選 前十項有沒有 那不是說 只能前十項 如果前三項的話 你就把 十改成三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最便宜的 OK 然後 平均價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 檢測一下 把它恢復 大概如果有 這個部分 列標籤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如果我今天只要 2019年的1月1號 那這地方還要怎麼做 如果 因為現在是把 所有日期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那個日期是 2019年1月1號 1月2號 1月3號 有沒有 控制上下 到 2019年的7月14號 這麼多的日期的資料 它是把它做平均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只留下 2019年的 1月1號的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特別需要 你可以再把日期 怎麼樣 放到哪裡呢 特別需要 還可以多一個篩選功能 把日期拖拉到 報表篩選這裡 它可以怎麼樣呢 讓你在做第三層的篩選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啊 上面就會多一個 下 一個箭頭啊 這也就是可以讓你做篩選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留哪一天 2019年的1月1號 那你就可以點2019年1月1號 按確定 它出來的資料呢 就會是這一天的資料 其他天就不會有 當然它還可以多選啊 你看 你如果要多選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打勾 看幾天 不要全部 預設就全部了 我只要這一天的 那你就把它 2019年的1月1號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2019年的1月1號 的平均價格就出來了 不過看起來好像平均價格 本來第一名是黃南市場 但是 2019年好像是西湖比較便宜 所以西湖又往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啊 你可以再去選其他日期 其他日期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假如說我希望呢 把它再做個直條圖出來的話 像在這個 18夜這個地方 那我們可以拿 比如2019年的輕充價格 哪個地方是最便宜的話 那其實最便宜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 剛剛用過的那個 樞紐分析圖 把這個拉過來一點 這樣OK 樞紐分析圖 然後用最簡單的直條圖 按確定 它就可以幫我馬上 畫出一個輕充的價格 然後把它放旁邊好了 那不過 習慣上這樣 圖力不需要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圖力把它delete掉 讓它可以靠過去了 然後這上面的話呢 可以再多增加了嗎 這是哪一天的 是2019的1月1號的輕充價格 的一個分析圖 OK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部分 就可以把這個 我們要的結果給畫出來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OK 這題相對的比較簡單 只是大概稍微利用這個範例 了解這個樞紐分析圖裡面的幾個功能 包含就是說你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藍標籤跟列標籤呢 再去做資料的篩選 那另外的話也可以利用排序的方法 把那個蔬菜的這個金額 由低到高排序 另外它移除那個總計 按優點移除掉就好了 其他就是說 把那個什麼 再把日期部分 拖拉到報表的篩選這個地方 你可以再針對什麼 不同的日期做篩選 OK 其實主要是 了解這個樞紐分析表的一些 一些重要功能 好 那這一題大概就先到這裡 最後記得 你把它存檔的話 記得喔 因為預設它的格式是CSV 所以你存檔的話 它應該會跳出說 你是不是要把它存 你確定要保持這種格式嗎 當然記得 一定按否 如果你按是的話 你剛剛做的樞紐分析表 資料就不見了 因為CSV裡面 沒辦法存這些東西 所以你記得喔 一定按否 然後存成什麼格式呢 存成 Excel活躍部格式 按儲存這樣才OK 不然你剛剛做的那些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就會通通消失了 OK 特別注意喔 儲存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練習題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試著做做看